今日最新重磅消息!华文看不懂,我写马来文!李金友再次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今日在狠狠大骂流氓部长!快看!这次他用这种方式回敬,流氓部长这次无地自容了。 写马来诗,在醋纳兹里道歉!李金友,他忘了自己是文化部长。 独家报导,邱慧平,徐建华。 吉隆坡28日讯,绿野集团创办人丹斯里李金友昨日以中文撰写公开信《炮轰旅游》,即文化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攻击首富郭赫年后,今日在撰写马来诗歌,敦促纳兹里向国家人民道歉。 诗歌内容与昨日的中文公开信没有多大差别,包括他指纳兹里虽贵为部长,但讲话非常粗俗兼没有礼貌。 他还说,纳兹里忘记了自己是文化部长,领着丰厚薪金,却不断为他人制造麻烦。 李金友在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从国家角度而论,要求纳兹里一定要道歉并不过分,且是天公地道,因为纳兹里不只是旅游部长,也是文化部长,道歉不止对华族好,未来对各族人民都好。 况且郭鹤年代表着华族尊严,若践踏后者,就是践踏华人尊严。 中华儿女的人格,在华人喜庆的日子,骂我们尊敬和尊重的长辈给狗喂食,反造狗事的话,我们听了还能没反应吗?那还是华人吗?还是中华儿女?严黄子孙吗? 他说,尽管他没有社交媒体面子书,但此生以中华儿女自居,以成为炎黄子孙为荣,以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是最幸福的事。 那是自然的反应,像诗人的诗,是以意来传达,赋予暗示,言有尽而意无穷。 虽然我没有直接写大家一起来伸张正义,疯传公开信,由于文章传达的是正义的关系,所以人民自然就会在社交媒体流传讯息。 他补充,他曾经想过用英文撰写公开信,但翻译后味道,意识,一定会变,就像吃别人咬过的食物,味道一定不一样。 马来诗歌 YBTDAC YBTOPI KIVA SENGAT KIVA 尊贵部长 不像部长 粗俗 却非常粗俗 MUTE KODER KORAN AJAR 满口 乌烟 没有教养 LUPA LUPA BIRY PANTE SURAM MANTRE BADDAD 忘了本身是一名文化部长 MAKAN KIVA KIVA ORAN SULO 零的丰厚薪金,却给人麻烦 MAKAN 马上转发